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压聊天 请留言 要见我 现在请入 此次后花园 嗨 各位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此次后花园第28期 那我是此次后花园的主人 我爱你AJ 那也还有我们此次后花园的管家 Bibi跟她有个老中呼吧 Hello 大家好 那这期呢我们延续男童女童大不同的系列话题 但这次我们主攻在这一位位 这一位位 非常神力女超人 爷们儿的 爷们儿的 EVER 对 因为我就是喜欢乱取名字 对对对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讨论到说 其实以前啊 因为像我同事这个Leds 我产业 同志产业就是20年 那我今年迈入第21年 那我会觉得说 就是说中间这样十几年这样子下来 都是说女童都被归类在说 哎 比较在家煮菜啦 文青啦 养猫啦 呃 这些比较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呃 比较喜欢的 款式也是处于比较就是文青啦 瘦薄啦 或是一些比较就是亲力的感觉 但是男童从我一开始认识20年前 就已经就是很开始就是呃 健身这块就是必定是需要 是基本配件 那到这几年变化是越来越多 哎 但怎么这两三年开始就是 呃 台湾就是像呃 女童也开始的健美的风潮 然后呃也开始出现 哎 好像也是说呃 就是各式各类的运动 比如说是呃潜水啦 露营啦 爬山啊等等 大家也开始活跃起来 特别是在健美健身这一块 对 然后我觉得呃 像就是呃很多的比赛 像总统杯啊 也有非二元的比赛 对 然后像我们的爷们呢 也有参加很多的 就几个 最近有参加几个 也是呃女性就是呃 展现丽于美的这个比赛 所以我觉得在女童这一块 多了很多人开始热爱 健身健美这个运动 那也让我们在这两三年 因为这个点跟男童 有了更多的这个连接 那我觉得这个连接是很好的 因为是 我觉得彩虹反而大 就是要连接不分彼此 不分你我力量才会更 宽健 然后也可以就是 呃更多的 就是呃动力可以去就是 凝聚跟往前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访问 我们这一位就是 在短期内就是 呃 来自于纽约 然后发迹于台湾的这一位 自己来介绍自己 对 对 你别忘了喝口水啦 太好笑了 你真的刚才 欸我都 欸你没见我我这样rap 对 我很想我这样子很顺这样 对 这样顺巴拉巴拉 就是 我们一阵觉得 就跟你 就对你够熟了啊 对我觉得很赞欸 但我也觉得好好笑 OK好 OK 所以我们干嘛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Ever 那我们分享 你自己吧 还有你的职业跟你的健身日常 好 大家好我是Ever It's me again 呃 我现在平常就是会帮很多人 想要出国的都可以找我 可以给你们很多意见 然后平常其实说的 最近都在比赛 所以比健美 大力士 举重 然后还有四包 你可以公主抱我吗 我可以公主抱你 好我们开始 认真 可以啊 所以我们等一下片尾 我要五十公主抱 一群人轮一次 我有五十公斤哦 OK可以啦 拜托 OK 那你觉得哇 对你近期刚获得 2014APG的女子赛事 2024 2024NGP女子赛事 第五名 那你先说明一下你的概念 然后也介绍一下 NPG这个女子赛事 是怎么样的一个比赛 嗯 NGP其实是 台湾有一位 就是他叫Jason 然后他因为在韩国 有个叫Naba Korea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型的 健美赛事 然后他们把就是 韩国这个赛事跟台湾做结合 所以这是台湾第一届NGP 所以非常非常多很厉害的 健美人士去比赛 女生啊男生啊都有去比赛 他跟其他健美比赛有什么不一样的点 其实说真的我 这是我第一次比 但其实我参加过很多次健美比赛 其实是当观众 然后我觉得他们给到很多人不一样的平台 包含宣传 因为其实很多人是需要被曝光 需要被看见的 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 所以NGP他们给到了很多选手 很漂亮的舞台 然后很好的选手平台 然后跟所有的赛事流程都是很专业的 然后他们还请到了 你知道那个吗 体能之巅 我知道 体能之巅 因为我有在追那个巨师 You did 里面有一个选 就是他就是健美 运动健美 就是Sports Model的冠军 然后他就有去上体能之巅 他这次也是我们的评审 所以我们这个项目 我是比Sports Model就是运动 运动健美 运动健美 然后是由韩国的评审来评我们的 然后他有就是强调自然健美 自然健美的意思就是 自然健美 对你不能吃药 你不能打药 因为其实像很多像传统健美 对都是肉 对 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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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们都有吃对不对 就是要达到那个那个形态 其实多少要有一点push 对 然后我的感言就是 我其实没有抱着会得奖的心态去比赛 但是我觉得很大一个 因为其实其他的参加者 他们的肌肉状态啊 其实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坚持到最后 因为他们很看舞台表现 我觉得这真的是人生耶 就是你要坚持到最后才被看到 OK 而且你本身是有自在舞台魅力的人 Thank you 对 因为你也是一名表演者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加分 我觉得是啊 就是到真的比如说像是在看你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Oh this is me 我要把这个舞台掌握好 把握好这十分钟的时间 对 这是我的感言 那你觉得你参加这个 2024NGP的女子赛事的话 接下来你有紧接着参加 跟我们聊聊 NGP自然见美大赛与大力士的这个比赛 是这个周末吗 才前几天 Actually就是上个周末 就上个周末 刚比完 对那这个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形态 跟你的一个参与的一个感想 跟现场的一个接触到的人 其实上大力士他们在备赛的时候 就是因为是大重量 所以吃东西要够 然后脂肪要够 你肌肉让你要够 你才能撑住这些重量 脂肪也要够 才能保护好你的身体 那你的体重应该是没有 我其实从 因为我是5月26比完NGP 到现在我胖了6公斤多 我跟你讲 一个月以内 我们共同认识那位我的健身教练 我前几天塞照片给大家说 哦我想练这样 他说 嗯 我的学生都是可以这样没有问题 但是你必须先吃胖5公斤 我听到这个之后 我立刻就说 好没关系 那我练到这样的一半就好了 对因为你知道 所以就是 我对于 我就说我好不容易 我这样三年瘦5公斤 你要我吃胖5公斤 你要我吃 我要擦来吃的啊 可是我真的还是没那勇气 我跟你讲 你吃胖这件事情 我知道可能我吃胖5公斤 但是我体脂降10% 我看起来还是比线瘦 但我对于吃胖 对于吃胖 这是我一辈子没有想象过的事情 至少目前为止 嗯 健美 健美这一块 其实我觉得 我相信很多女神都是跟我一样的 对 心理 心理的感觉 比较严重 因为你要先 增 肢量才会涨 你减脂的时候 脂肪掉了 你肌肉才会存在 请吃胖 好 那我比较好奇是说 NPG NGP NGP对 NGP对 NGP它特别有讲到是 自然健美 那个自然的意思是指说 它的自然的感觉是跟 大力是有什么样差别 它自然健美 自然 自然 自然美 自然健美 自然健美 其实就是不行打药 它会做药解 除了打药之外呢 比如说在饮池上 是不是就 会比 跟大力是有什么不同 它这边的自然是代表说 不能打药 不能有任何药剂 或是利尿剂 因为就是前面在脱水 其实他会喝吃利尿剂 这个在查到的时候 可能都会被认为是药器 就是 不能有资格 所以所谓的就是 雌激素 雄激素 这些也都不能出色 基本上 应该是不行 他们有特别的药物 是不可以被检验到的 然后大力是的话 吃哦 大力是狂吃 你可以讲一下 你一整天这样吃的 要吃到什么样样 它不用像那个 NGP一样 是健康 就是要有那种特殊备餐 那种 健美 你想一想哦 健美他们在 吃东西的样子 为什么每个都要备餐 因为我们除了热量之外 每一天 你在摄取的不同类别 我们不是小时候 有学什么乌骨跟金类吗 金字塔 金字塔 它就是要学 我们每一区块 要摄取多少 所以要吃对东西 其实自然而然 你的体态就会好 只是因为我们 除了减肥的时候 是不是大家都会说 哦 我不吃饭 我不吃淀粉 就会降热量 其实米饭是要吃的 That's right 就是热量低 确实你会变瘦 可是你瘦得好不看 好不好看 就要看你吃什么东西 所以一个简单的配偶 吃原型食物 不是披萨 吃地瓜 就是没有被加工的食物 火锅就吃肉跟菜 不要吃燕饺 不要吃燕饺 虾饺 一碗 那我们尽量不要吃 但大力士就吃爆 只要不要 过磅的时候 不要超过体重 就可以了 那大力士也就是 只要你吃够量 你吃什么都无所谓 对 That's right Wow Yeah 所以听起来大力士 好像晚上还是可以 撸串吃烧烤 That's right 我前两天还在喝啤酒 Wow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你觉得这两个比赛 有没有带给你 什么样的 成长 或者是心里面的礼物 有耶 其实健美 它是一个比较长的 一段路 因为备赛期间 我比较短 我大概就要一个半月 到两个月的时间 可是很多人 他们是甚至在一整年 都在抓 我那个两个月的时间 其实从时间安排 因为我要工作 时间安排 然后跟备餐 然后你要去 其实纪律很重要 然后你要随时找到 空闲的时间去练 我在公司的时候 都在拿弹力士能练 或是人家在忙的时候 比如说我有十分钟 我就会去练个狐龄啊 所以你的办公桌旁边 都是这些 这些就是小道具吗 就是在旁边 时不时就这样拿一下 真的 然后可以走楼梯 就走楼梯 因为像一般上班族 在背健美 我真的觉得好辛苦 真的很辛苦 因为健美还有一点 就是你的心态要很平稳 如果你今天是高压状态 有一个东西叫皮脂唇 皮脂唇升高的时候 皮脂唇 皮脂唇 它升高的时候 第一个你会降重不了 因为你压力太大 所以你压力大的人 其实是会难受的 对 难受加难受 真的会啦 所以 心情的调适超级重要 所以就很难 因为你在高压情况下 你又要告诉自己 要平稳 又要放松 对 那你怎么 一直要说 Hello皮脂唇 Dear皮脂唇 然后写信给他 Are you ok today 今天还好吗 就是要时常跟自己对话 然后第二个就是像你刚刚说的 会有身材焦虑 因为你会一直去看别人的IG啊 你会看那些健美的人 就很厉害腹肌什么都出来 那压力超大 真的 但是你不看 你好像又会 就会觉得又会一直很想要看 对不对 对 就是会一直去看 因为就做参考啊 然后赵金泽就这样 就被自己吓到了 对 所以我觉得心态调整很重要 这都是跟自己比赛 然后大力士就是催泪 催泪 你可以讲就是 几个大力士里面的 那个做要做的事情吗 你说备赛吗 不是就是你在这个 这个比赛里 你要做什么样的项目 我们这一次的大力士 是在南投 然后这个很酷 他是永建新村 永建新村的村长 他叫贾力 然后他就是把 国外我们在地上 看到比如说拉拖车啊 还有沙包上炮 还有轮胎 就是翻轮胎 这些项目带去 反轮胎是把轮胎这样 就翻过去 然后他有翻 像我们这个项目最轻的是70公斤 然后有150公斤跟250公斤 所以他就是算你翻过去的次数几次 然后他就会算分数 然后他就是这三个项目去比 要不要打个 那你觉得大力士这个部分是 那你推这个来讲好了 他是用一个推车 然后上面要摆一些东西 然后这样推这样子 我这个项目是 我们是脱 所以我们会穿一个衣服 就是一个 很像降落伞穿的那种衣服 然后往前走 我们就是要把后面 3.8吨的车往前脱 脱25公尺 可是要在一分钟以内完成 那你完成了 我完成了 我是唯一个完成的 你是唯一完成的 我是唯一个完成的 但是是UU54辆级 然后下一个辆级是63公斤的 然后他们的拖车是5.5公斤 然后再下一个辆级就是 73加的 就是无限辆级的女生 他们拖好像6点多 6点多吨 sorry 我是拖了3.8吨 可能我觉得这一轮 像大力士练起来的话 你也很适合去就是农田里面工作 超轻松的 我觉得是哦 对 或是去盖 104起来 对 对对对 或是去盖高楼 建大楼那种 做那个工人 可以 施工那个建筑的 我觉得我可以 对 不行那么认真吗 这个脸 对啊 那你有没有想过 想要去参加 所被形容为 炼狱体能的斯巴达张爱赛 我其实有参加过 对你 就是你对什么巨人体啊 对对对 我在2023年的 2023年底 在你健身之前吗 我其实一直都有在微健身 然后是到最近才开始健美 对对对 但在那之前我才是斯巴达 嗯 台湾的 台湾的斯巴达 在新北市 可是它有分也是分清亮什么的是不是 对 它也是分量级 然后斯巴达就是全身泥土 然后对 我觉得就是必须要在很极限或很颠颇 对 或很很很 那种环境 我觉得我觉得好像其实就有点像军事 对 要有点点像是军事的一种训练的感觉 有点像 这个项目 我记得我们是先跑个十公里 就是它要上升下来 就是你要先跑个十公里 然后还有爬山啊 然后跟走 也有博游路 什么好汉坡子 还是什么的 之类的 就是走个十公里之后 它才开始有 比如说像是 呃 绳索上 就是你要拉绳索上去敲钟 对 然后跟拖那个 我都忘记项目名称 拖那个 拖那种 就是帮轮柱的东西 一个帮轮柱的东西 对对对对 拖翼 然后就是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挑战项目 你要去完成它 重点是你如果没办法完成 你要剥笔跳 就在旁边这样剥笔跳 所以你如果中间就是 那个超累 超累 你中间真的就是没有办法继续的话 就要这样 就要 对 没错 那我想问 从没有健身到接触健身 然后再来到于参加自然美健身大赛的整个过程的气息 是你自己就是越来越into这个领域 然后你去上网啊 不能去查 还是就周边的一起搭健美的人讨论 因为有这些比赛 然后你自己也觉得 哦我想挑战 然后再挑战这样子吗 健美的话 其实我是有一天在家里工作的时候 我突然收到一封医闹 他上面写说 恭喜你报名完成 NGP 然后我想说 嗯 你忘了你有报名 是我的伴侣帮我报名 真的 所以就是一条不归了 那他有报名吗 他不能报啊 他没办法穿 你可以想 因为有一个教练 他穿比基尼应该是 他不行穿比基尼 我觉得应该蛮可怕的 对对对 对但 顺便推广一下 你知道有彩虹 那叫什么 非二元性别的 哇我想 就是去年 总统杯有 非二元的健美比赛 对 然后可是常 呃 床上不是床上 台上 清一色 其实都是生理女 然后就是 可能有FTM啊 可能有性别流动 可能有女同志 但是他有 平胸健身 这样子 对 就现在越来越多 对 彩虹健美 好 anyway 就是契机就是 其实刚开始 因为膝盖很痛 然后想要找个 专业教练来帮忙我 解决这个问题 但我其实从小就很喜欢运动 我喜欢打篮球 那你小时候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打篮球 然后我就是跑什么 田径啊 竞赛啊 我都很喜欢 当第一个 所以我从小都喜欢 可是方法不对 所以就一直受伤 然后到后来才 找到教练 然后才好好的学习 教练我觉得真的超级重要 很重要 就是可以不用 一直一直一直上课 可是至少要知道 基本的知识 你就可以自主训练 对 你要先懂那个方法 然后你去 一个人去健身房 你才不会乱做 对 也不会尴尬 然后在床上瑟瑟也比较快乐 这个东西 对 我可以了解 因为 可以了解 对我可以了解 可以了解 OK Yes 那我想要问一题 就是说 你健身到现在啊 你觉得身体哪一个 线条特别让你觉得 有练起来有成就感 哪个位置 成就感哦 嗯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我的肩 跟我的屁屁 肩膀跟屁屁 我们来秀一下 你的肩的什么 什么 就是 哪里 哪个线条 哦 这个可能在听这种 大家聊上我们的YouTube哦 哦 我要走光了吗 YouTube看一下 还是你不在意 这样子 这样子 哦 你真的在秀你的 这里 女同志不懂的部分 哪里 我哪不懂 这里 有吗 其实我肩膀本来是 你就是这么宽的 变宽然后把这边练起来 有个弧度 嗯哼 就是这个叫小南瓜 小南瓜 耶 小南瓜 我还想要再练粗一点 现在有点 太细了 然后还有屁屁 好 那我们来说一下屁屁的部分 屁屁屁的话是 我其实有成 是翘肚吗 还是 翘肚 其实是这里啦 哦 现在有点 现在可以看不太出来 怎么说怎么说 就是 哈哈 就是 一直以后就觉得 你屁股都蛮漂亮的啊 没有 它的翘肚有拉起来 它是 它是这样子 然后以前可能是这样子 诶 一个是上面有肉 一个是 上面没有肉 哦 是有差的 现在是变有肉了 是有肉的 所以你要吃 是 很多女生在追求 翘臀 其实你真的要敢吃 敢吃你才会有翘臀 才会有翘臀 That's right 那我要帮 所有的 T 询问一个东西 一个部分 请问训练 什么样的训练 可以让胸部变小 跟结实 这个超级 这个 这个很重要的耶 这个不能限定T吧 对 因为有的人可能他 就是对 就是想胸部变小的女性啊 对啊 像我也觉得 我想要胸部比较 对 因为有人 我知道 譬如说 两个人就是有 不是两个人 两颗奶 有高低奶的那一种 就是真的 高低奶的部分 就是健身房要用哪个器材 或做哪个动作 会比较有帮助 其实胸 像上次柏尔也有讲到 胸在练其实还蛮快的 是 这一块的部分 是 是 那个器材的话是要哪一种 如果说你们在健身房的话 其实你们也可以试 我不知道那个名称是什么 可是有一个器材还是这样子 打开往前 这样打开往前 我知道 太好了 我也有用这个 但是你家有弹力绳吗 没有对不对 如果家里有弹力绳 非常简单 你在家里也可以做 你把弹力绳套在背后 这样拿着 你就花钱这样 可是你要心里有记得 是这边在用力 其实你现在这样子 这两块的用意是不是 你用一下 你夹的时候 其实你要记得 这边是用力的 对 要这两块用力 这边 这边 里面 哦 这里面 那这边哦 夹着 然后再这样的时候 吸气 吐气 这边就会练到了 大胸部的女生 如果说你这边是 这边是平的 或是踢门 你们想要把胸部练起来 看起来是挺的 不是锤的 对 多练胸 这样子其实可以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哑铃上腿 这个就是可以在健身房做的 哑铃上腿 我想看 拿两个哑铃就这样 直接这样上腿 但是 它像一个杠杠的 一个的那一种 也可以 但是因为大部分的人 可能对于杠铃 不会这么熟悉 对 就是在拿杠铃的时候 可能会很平衡 对不太理解要怎么 但是杠铃也可以 像 可以从可能 15公斤开始做 或10公斤也可以 上去 先吸气 吐气 吐气 但这个动作 其实比较是练肩 也是勇哦 因为肩膀练大的时候 其实你这一块 就不会这么 明显 可是我不得不说 有时候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就很害怕是 用错力 譬如说脖子 对 然后就扭 被借铃 没错 所以要注意 但建议在家里 对就是 譬如说 好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一个胸部B的女子 她想要就是 透过健身 胸部变A 你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吗 这会太 这有点难 太难难了 那你就找医美好了 确定 没有啦 应该说 你可以把视觉效果 看起来它不是 乳房 这么多 对 它会变得比较 结实 对 它会变得结实 像我现在就是不结实状态 可是如果说你肩脏不结实 胸的部分 嗯嗯嗯 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把胸部练起来看起来是胸肌 对对对 就是那一种 因为像我们的教练不是上面这 上面这一块就是比较硬 就不会觉得它奶很大 就是不会这样吹 对 就是穿衣服的时候就是像漂亮的gay OK 就多练上胸 上胸 让它膨起来 没错 就对于就是 一般的 比如说一般的 像P啊 或是喜欢奶奶大的女生 不想做医美的话 也可以多做 也是可以这样 因为你的奶头可能就会违规到正确的位置 OK 明天就往这个方向一直做 That's right 用谈医生就可以了 还想再问你一个问题 请说 这也是 应该也是蛮多T会想问是说 可能练哪些姿势可以让 身体的线条比较阳干 感觉会有OBA的感觉 那我这边要补充一个 还有就是 手臂 延伸到手指的一个就是 力道的一个 增强 你说像这类型的还是 Yes 这类型的啊 应该是 应该我们就是 这三支有力就好了啦 三支 而且左右手刀有力哦 你是用这三支哦 那不然呢 不然用这三支吗 我以为是这样 因为毕竟我最近刚学会 我是这个 我是这样子 这样啦 没有啊 基础面是 基础面先这样啦 再加强面这样哦 再多 嗯 这种呢 这种哦 这种我目前还没有啦 Italian Yeah OK 还是这种 好太多了 想要学习 其实有一个动作超好用 大家知道飞鸟是什么吗 飞鸟 对 你们家没有杠片对不对 你们家 可是有 我看 我 等一下 那我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你先讲 你先讲 我想要先讲吗 嗯 可以 好 就是杠片 杠片不是中间空空的吗 像那个 一个洞 对一个洞 把你的手指都套进去 OK 这大家应该很熟悉 套进去之后呢 大家就这样子 你确定 确定 这样手不会骨折吗 不会 你要拿你可以承受的重量 往上飞 你现在是腹肌吗 没有腹肌 你现在撑的力气 哦 sorry 没有 我先把我说 你可以示范到 进它出来 打紧 往上 哦 你有吗 好 这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 然后这个呢 这个 这个有什么可以 这个也是一个 教练 你拿起来都要情绪用品 活照啊 怎么会这样 这个我不懂 这个我忘了怎么用 但是我不能不讲 你要剪纸的朋友 这个不是吧 你要剪纸的朋友 这是一个 这是跳绳哦 我觉得这是情绪用品 不会吵 天啊 天啊 这是 这是不用 不会吵到邻居的 跳绳哦 哦 做这个吗 对 你现在要示范 哦 这还不错吗 好 谢谢谢谢 谢谢师傅 好 那我们还是回到刚刚 对 那个 刚才那段 可能会 可能不一定可以收得了 看状况 好 对对对对对 好 那像你刚才讲那个 杠片是这样 那如果它是雅磷 如果是雅磷也可以 可是记得要拿自己 可以承受的重量 像这个三公斤就很OK 那你搭力士 嘿嘿 三公斤 其实重量真的不用太重 因为 像是我们在练 线条的时候 我们是要练小肌群 所以总要是 次数要多哦 对 次数多一点 所以你重复性要高 但是动作要对 力量要对 呼吸也要对 所以像这个的话 我们在做之前 其实可以先吸气 要稳定 类似像这样 就是练 这个第一个 你看可以练这边 然后呢 拿杠片的时候 其实你会把你的手指头 练得更好 所以一举两得 杠片是不是 我觉得很多 其实我觉得很多梯就是 比如说像我们认知的奶梯啊 其实很可爱 可是有时候如果想要更有 幸事上的快乐 我就是一个 对 因为我就是一个从来 虽然我从来都不觉得我实体 但anyway 我觉得外界形象 我就是一个从奶油梯 或深深就是慢慢踏入了一个 比较 比较健美的一个 yes 中性者 你体态变很多啊 对啊 认识我那么多年 你体态变很多 对 不驼背 然后 这边有点 他现在穿着衣服 我觉得他现在驼背这块 其实几乎好像 好像多年 虽然这个对你美 有啦 对对 这小老鼠的部分 有啦 对啊 对啊 如果说你今天要跟一个 女性爱爱 就是他这样子 可是有人就是爱耶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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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就是爱这种 颓废 就是汪种阳界 是蛙种阳界 汪种阳界 蛙种阳界吧 就那种像风一般的人类 OK 还是有啊 是啦 是啦 看自己喜欢的 好 AJ有一题特别想问你说 你的女友是健身教练吗 对 请问一下 你也投入健美的行列以后 两人的床上运动 有变得更激情吗 刚才就有达到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讲得更深入一点吗 我们就有这题做结尾了 好 一直很激情 没有啦 有欸 可是工作毕竟累 也说很累 好 有啦 因为其实体力变好 然后喜欢一起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 兴趣 共同的兴趣 对不对 共同兴趣 现在床上有更快乐 就一边做一边健美 对 然后体力也变好 有一次 因为我们健美备赛的时候都要有氧 然后就是晚上可能11点的时候 我就要去有氧 所以他就说 Baby我们可是要有氧哦 所以就在床上结束我的有氧 OK 谢谢 好 期待这会成为我们接下来影片的 实战内容 OK 谢谢今天大家收听我们的十字花园 那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那再次谢谢我们的爷们 给大家过头关注他 耶 耶